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公投法双二分之一的通过门槛一直被诟病为鸟龙公投,新版公投法今天三读通过,包括提案连数通过门槛全面调降,提案门槛从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总数一千分之五,调降到一万分之一,连数门槛则从百分之五降到一百分之五,并且新增电子连数通过门槛则从选举人总数二分之一, 一分之一降为四分之一,且有效统一票超过不同一票,此外,全国性公投可以采不在机投票,但施行方是另一法律定制,公投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提案连数和投票通过过去被诟病的双二分之一制度,意思是出来投公投的人数,需要达到上次政府总统选举总选举人数的二分之一, 且同意票超过二分之一,以上次政府总统选举人数来说,至少要有930多万人投下有效公投票,并且有460多万人投下同意票,公投才有机会过关。 这次分读通过的版本,以去年总统大选选举人数1878万2991人为基准,未来1879人一万分之一,可提案发动公投,提案通过后需要28万1745人一, 百分之五,连数承案最后至少有469万5748人,四分之一投下同意票,且总有效同意票比不同意票多及通过。 这次三读的内容还包括全国性公民投票,因宪法规定是三外其他,包括法律之复权,立法原则之创制,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权,地方公投部分则可施用地方自治条例或是地方重大政策的复权,创制,预算,租税,兴奉,仍是不得公投。 而过去被称为太上皇,可以否决认定公投提案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则在这次修法中废除。 至于敏感的两岸政治协商议题,时代力量提出修正动议,两岸兼之政治协商,应由总统进行政院院会之决议,交由中央选局委员会办理公民投票,经公民投票通过后才能进行协商。 不过此动议遭到国民党、民进党、清明党否决。 黄国昌不满地说,2011年总统辩论时蔡英文不是说任何政治协商都要经过公投法吗? 过去公投联署需要透过只等常发生邮寄矿日费时或字机不清表格太小等问题。 这次三读内容新增了电子联署系统认证码,可以依此来征求联署。 此外,这次修法内容也新增。 新政院得经立法院同意交由主管机关办公民投票。 新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公投提案后,立法院应于15日内议绝。 于休会期间提出者,立法院应于15日内自行集会,30日内议绝。 不过,若提案被立法院否决,两年内不得再提国民党立委成学生发言时对此有疑虑,认为这可以让行政部门有公投党大选的机会。 这次修正通过的内容还包括年满一、八岁未受监护宣报者有公民投票权。